台北好多 一路上耳提面命跟緊緊 麥寮鄉長不屑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不只親自下鄉坐鎮一週 投票日還不放心 陪林一禮一起投 沿途更有粉絲搶拍 結論是很累 很累喔 怎麼說 80歲 80歲都亂下 在每個市農工商 各個產業面 他都去看去瞭解 柯文哲請全黨支力挺一人 因為這客市場硬仗 不只有綠營背景的前鄉長 許忠富捲土重來 現任議員許劉斌也參戰 國民黨的許志豪 更得到藍營大咖全力支持 就早上早上去 我改一個叫來投票 其他家人 他們就會陸陸繼續出來投票 回來高雄再投票 要打拼幾個高的 看來鄉親是大很擁有力 同樣在雲林 胡偉鎮長補選 獲得藍白助陣的林家鴻 在國民黨立委丁學忠陪同下 完成投票 前立委蔡壁如的好姐妹黃美瑤 投完票後 也說心情很輕鬆 沒有特別 就是好心情就是心意小物 13號全台有六場補選 同步登場 除了雲林兩場 還有台東大五鄉長 苗栗市長 宜蘭原山鄉縣議員 以及台中市議員 平地原住民選區 而在政治版圖 藍大於綠的苗栗市 藍綠都派現任議員參戰 還不約而同 前一晚都失眠 2024大選後的首場選舉 不只被視為民意最新風向球 更是揮軍2028指標戰場 各黨都不敢掉以輕心 三類新聞黃全博 廖宜德 蔡文元 浪米軍 綜合報導